我现在广东佛山 这是琼花大剧院 今天是腊八 准备去喝腊八粥 正好这个时候该吃饭了 前面有粥铺 距离我住的酒店也不远 就在这吃饭了 吃完饭 然后上楼休息 这个时候 佛山下起了小雨 估计一会儿 雨就越下越大了 吃完饭我就抓紧回去了 这边都是粥 哇好多的粥啊 老火皮带瘦肉粥 还有油条叉烧包 这么多的粥 看来我要进去喝粥了 门口好多的自行车呀 这个店呢 我认不出来自 是可以吧 这个店我就进来了 今天是腊八 当然要喝粥 看看 点菜 好 粥在这 招牌 状元 状元吉地粥 还有海鲜 玉米 鱼片粥 虫草花牛肉 这是主打特色的 我就做这粥了 这粥不挺大的 看舍粥 看来今天我是来对地方了 腊八粥喝粥 我看到图片了 吉地粥 我就准备吃这个 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饭 状元吉地粥 今天就喝一碗粥 看这个粥的 料非常好啊 看起来像牛肉 还是猪肝啊 应该是猪肝吧 还有肠 这是丸子 葱花香菜 粥是咸的 准备开吃了 先尝一尝味道 好香啊 这个应该是猪肝吧 不是猪肝 就是猪肺 吃一口 确实是肝 苦的 吹一锤再喝 今天是腊八 终于喝到粥了 这就是腊八粥 正宗的猪肝 猪肝应该是补血吧 肉丸子 应该是猪肉丸子 丸子的数目是两个 是不是象征着100 100分啊 所以叫状元吉地粥 肥肠 哇 肥肠好肥啊 哇 好鲜啊 重元吉地粥 喝完了 准备回去了 外面这个时候啊 雨特别大 现在看看 吃完粥出来了 这路面全湿了 雨越下越大了 再往前面 走200米 拐个弯 就到我住的地方了 那么这个视频啊 就要先和大家分享到这 结束了